来看一下宇宙第一黄一 天赋的话应该不用再给大家介绍了吧 三点狂暴 三点狂暴 祭司前锋 所以还点了一点困兽 这套阵容见过很多次的阵容 打黄一 还是比较头疼的 因为黄一之五他的一个防守能力 就看除非就是前期遛起来了 遛不起来 这个阵容是真的很脆 这套阵容真的很脆 来一个洞打 哇这个斜角洞 这个斜角洞打得好精彩啊 哇这个洞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这里还能打这样一个洞 这个洞直接是一个斜插两个建筑点的一个洞 好优秀 我本来以为这个 这个幻哥必定要吃一刀了吧 这里一个斜插洞 因为你 你哪怕是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打 他又有两个方向 他正好打了中间一个斜洞 这边再翻出去 这祭司遛的好啊 马上还有一个洞 先知地鸟 这局感觉 不好打了 一根触手把娃给打了 哎呦 难受 哎呦 奥利奥了 哎 这 这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好这边是过来找机械石 找机械石 三根触手 在这边触手贼多 直接拍 把这个娃给打了 应该是一根触手 封他走位 然后这边实体刀追上 呃 这里一个 哎 先知的鸟 这个鸟 感觉给的吧 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保不住这个机械石 还不如给到救人位会更好一点 这机械石 我们看这个鸟能换多少时间吧 一触手拍 哎 这个触手没拍到 还行 还行 这点架住的话 这里应该是要吃一刀了 好 这里应该是吃一刀了 一辫子拍 好 第二根触手补上 祭司 下来 想来补遗产 因为祭司那边也被插了嘛 那个 修机会比较慢 但是祭司这边过来以后 祭司应该还会 挂到祭司线下去 去后能还惦记出我 这样的话 这祭司又有点头疼了 我刚出来 前锋的点是到99%了 这边选择挂踢墙 那就是选择做一波防守 因为先生的鸟已经交了 这里的话 一个视野比较开阔 讲过很多次 这张椅子就是一个 监管者最喜欢的椅子 第一他遛不动 救下来以后没有26的可能性 第二点就是这边视野非常开阔 你谁来救我 这里都能难 前锋这边得交一波球 交一波球突破这边的防线 打一刀 好 不拉球的话 可能人救不下来的 一根触手 放 要躲一下触手 躲一下触手 躲一下触手 一辫子拍 没拍中 还行还行还行 这波前锋很优秀 这波前锋知道你的一个处理细节 然后躲掉了真空触手 非常nice的一波救人 那这样的话 戒尸拉走 前锋补 戒尸这边的遗产机 一根触手再倒 这里不能管戒尸 要赢 他就只能是 更多的去偏向于管电机了 看祭司电机 拿一个大洞 跟先知通一个大洞 应该是 一个触手下 可能是安排先知救人了 因为剩下两个人根本没有时间去补血了 他们只能是硬着头皮修 这里 前锋这台电机应该是最后一台 这台是特别多 最多的一台 先知这里不一定救得下来 这个先知是不一定救得下来的 先知你不是前锋啊 没有拉球能力的 你没有一个位移能力的话救不下来 这边是你插了眼的 要一个翻 一个翻窗加速 一根触手 一边只拍 没拍中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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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拍 再边只拍 一刀打 电机 差的应该还是有点多 这电机应该差点点多 前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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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判中 一刀 啊有三个人 全躺在这边 那一起爬吧 希望你能牵错 牵出起了先知 那先挂上 祭司这边电机 一百分之五十八 来不及 哎呀 这还真前错了 三个人围成一团 这一波没撞成功 本来如果不撞的话呢 感觉有机会能保平 撞了呢 就是有机会想要去争一个三跑 但是失败了 一根出手 哎呀 这根出没放好 一刀打 先知再倒 前锋这里球也交差不多了 祭司这边 应该是放弃了吧 祭司这边应该是放弃了 跳舞了 没办法 这一波 就是前锋那一波 很平 哎 这里好像是 要PY一个地窖 再明显是要PY一个地窖 你要救人的话 就四杀了 应该不会救 对吧 乐轩这明显就是 还把这个罐给刷一刷 再刷 好的 那这里还是这波 这个撞 整体上来讲 这局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应该是大概率是一个四哈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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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的 都 好的